这年头各大直播间主播口头谈就是各种卷 各大厂商品牌主打的就是一个贝刺 谁要不是往自己身上插那么几把刀子 就连品牌自己都会感到自家的产品做的不够实的 其实不就是变相减配降价去拉拢更多的潜在用户 今天咱们要聊聊这位往自己身上捅刀子的产品 就是南光前段时间发布的FC500D 它跟Fuza系列会有哪些不同呢 到底减配了什么保留了什么呢 3000多的降价是否对你有足够的诱惑力呢 这期视频我来告诉你 你想知道的和厂家不想让你知道的所有答案 既然是灯 那第一指标误肯定是亮度 FC500D跟Fuza500D二代亮度到底有没有差别 由于我手上只有一支FC300D也是二代 所以没办法直接说你这个500跟这个500的区别 但是从官方参数表格对比上 咱们能分析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Fuza500D二代官方标称580瓦的额定功率 FC500D官方标称520瓦的额定功率 虽然功率并不能直接跟亮度挂高 但是在同一品牌下的功率转换比例水准应该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按照官方标称的580瓦应该比这个520瓦量那么一丢丢 而在官方测试的照度表格中我们也看到了 FC系列比FC系列量那么一点 但是对我要说官方可能不想让你知道东西了 其实这个FC500D在开启最大亮度模式的时候 实际它的功耗也能达到580瓦的峰值 恒定亮度模式是功耗峰值是在300多瓦到500瓦左右 它是一个游走状态 所以我之前一直强调的 灯的功耗多少多少瓦并不能证明它到底有多亮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点 就是各品牌的一个转换效率 可能有的品牌做个60瓦的灯 可以比另外一个牌子100瓦的还亮 但是从同一品牌的产品来看 只要不是这种档次差的太多 太低端的入门款 那么这个品牌的产品的功耗亮度转换比例 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功耗亮度 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析为 FOZA500和这个FC500就是一致 但是功耗反向虚标这事 明摆了就是自以损利道 还得强言欢笑告大伙不疼 微笑着说 哎舒服 哎舒服 那灯头结构肯定是做了减法 FOZA二代使用的是反光灯杯 加毛玻璃这么一个组合方式 然后FC系列呢 则是传统的保护玻璃 加这个COB贴片的一个方案 COB贴片灯珠的位置 比FOZA系列会更高前一样 FOZA这个灯珠是差不多在 博的位置 它是直接在前面 而FOZA系列使用毛玻璃 更多是因为这个二代系列产品 COB除了冷暖两色以外 还增加了一个清贫补偿功能 为了更好地混合 它这里边的光色 只能使用毛玻璃这种方案 把它混得更加均匀 而FC系列呢 则是传统简单粗暴 这种双色弯的COB贴片 这就是为啥520瓦的FC500B 跟580瓦的FC500B二代 亮度差不多的根本原因了 显色性方面 RA显色指数实测 这台FC500最高98左右 SSS4的还原性能最高85左右 最重要的 对最重要的 没有频闪 那从性能上来说 这台FC500B 基本上可以完全替代 FC500B的绝大多数工作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配置方面 那先说电源 相较于FC系列 Foda系列 虽然是分体设计 FC500B的电源 真的就只是一个电源 而所有的控制操作 甚至灯头开关 你仍需要在灯头上进行 那所以这个分体的电源 其实就是为了给灯头减重 并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还有一个型号叫FC300B 更是直接采购的 一个成品的电源方案 所以这个系列的电源盒 并没有微口电池的供电接口 从供电方式上算是减配了 那灯头跟电源盒的连接线 好评 两头都一样 不像一些同类产品 在插线的时候 我还得看看 哪边是插灯的 哪边是插这种控制盒的 但是吧 这灯头连接线都采用了防拖设计 那这电源线插口 为什么还是这种普通的大三心呢 这随便一拉 可就太容易掉了 这也算减配的地方吧 其他方面 虽然灯头改为塑料外壳 但是强度美观性 个人觉得还是比黑乎乎的一坨略有提升 而且灯头呢 还比Forza 500B要轻了1200克左右啊 配合南光的这种大号的成像镜头 重量几乎是完美配听 那Forza二代升级的 无机角度调节的U型支架 也被移植了过来 可以说FC系列相较于Forza系列啊 减配的地方 基本对性能和使用都没有太大影响 整体收纳箱呢 改为一个手提高密度泡沫箱 相较于Forza系列的大箱呢 虽然质感跟价值感觉降低了 但是重量体积 以及便携性能都有提高 对于收纳和出行 就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性能方面 除了少了一个清贫补偿功能啊 像这么场景模式啊 色温范围啊 调光范围啊 控制方式 与Forza系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啊 不对不对 把几乎去了啊 就是没啥区别 相差这3000左右的零售价格 现在看来啊 该说Forza系列有点坑呢 还是说FC系列是真香呢 你们来说吧 那LED灯光产品啊 低功率级别 现在是鱼龙混杂啊 大家卷子也是没边儿了 但是那些入门级产品做得再好 毕竟使用范围有限 而高功率拽机的产品 南光FC系列也已经带头下场了 500瓦功率的LED光源 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拍摄 是足够了啊 富裕了 当然既然已经自己捅了一刀了啊 那就不差再来一刀嘛啊 不知道未来呢 会不会有FC1200呢 咱们拭目以待 纽约飞翔作品更强 我是老子 咱们下期再见